波兰女排主帅候选减至4人 拉瓦里尼·桑塔雷利在列 北京时间12月4日消息 波兰排协宣布 将男女排国家队主帅候选名单均缩减至4人 女排方面4名候选人分别是拉瓦里尼、桑塔雷利、奇亚皮尼和安地加 男排方面因候选人要求 并未公布4人名单 此前波兰排协就新一届国家男女排主教练人选 公开发出邀约 到11月20日报名时间截止时 共有30名教练提交申请 其中24人申请女排主帅一职 6人申请担任男排主帅 拉瓦里尼、42岁 国籍、意大利 曾执教意大利贝尔加莫、布斯托、阿西奇奥、科内利亚诺 以及巴西米纳斯等俱乐部 2019年至2021年 出任韩国女排主教练 率队在东京奥运会获得第4名 现任意大利诺瓦拉女排主教练 桑塔雷利、40岁 国籍、意大利 现任意大利科内利亚诺女排主教练 带队实现跨赛季76连胜 创下新的吉尼斯连胜世界记录 自2018年起 担任克罗地亚女排主教练 现已去职 齐亚皮尼、52岁 国籍、意大利 曾执教意大利诺瓦拉、科内利亚诺 以及波兰索波特等俱乐部 2007年至2009年 担任土耳其女排主教练 2017年至2021年 出任斯洛文尼亚女排主教练 现任波兰莱吉奥诺沃俱乐部主教练 安蒂加、45岁 国籍、法国 2014年至2016年 出任波兰男排主教练 带队在2014年世锦赛获得冠军 2017年至2018年 担任加拿大男排主教练 现任波兰热书夫女排主教练 是代表主教练 最新的技术 并且同志